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咱们今天呢,继续打勇者斗龙建造者的第42期 上一期呢,咱们制作了一根鱼竿,然后呢,钓了一些个伊瓦系的鱼 接下来咱们的任务呢,是要制作满月丸 满月丸的这个菜谱呢,或者叫这个菜单呢 它需要一个叫做银鱿鱿鱼的这么一个这个素材啊 咱们旁边这片海域呢,是没有这个银鱿鱿鱼,只有这个伊瓦系 所以呢,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在这个麻醉的森林的那个边上啊 我先吃一点这个烤蘑菇啊 在这个麻醉的森林的那片海域,是有这个银鱿鱿鱼 咱们现在呢,去那个海域,咱们去试一试啊 看看能不能垫到,钓到这个银鱿鱿啊 那片海域呢,对咱来说,属于一片神秘海域啊 好像有一个游戏去找的神秘海域啊 咱们现在赶紧爬梯子 哦,这个跳跃一下爬得更快啊 哦,那太好了,咱们越玩越熟啊 这个地儿咱们来了多少次,来了N次了啊 好,咱们从这个山翻过去,然后下去 对过那片岛,那片森林呢,应该就是这 哇,摔了一下啊,没事没事 这片森林,应该就是,应该啊,就是这个麻醉的森林 然后,我在这个海域,咱们搜一搜 呃,钓一钓,看看有没有这个银鱿鱿啊 啊,毛虫跟这个奇梅拉,这个,这片森林也有啊 咱们先收拾掉这个奇梅拉吧 要么太烦人了 奇梅拉 昨天去那个秋月园参加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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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斗尔龙的这个 活动化啊,那两个这个 producer,是这个项目经理嘛 他们就说奇梅拉啊,然后有罗伦多啊,什么的 啊,我听啊,真的是这个,很熟悉啊 因为咱们也是这么打过的,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 他们玩那个试玩版的啊,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看他们玩的也挺好 不过那,那两个,那个项目经理挺有意思 因为没有,没有他们啊 主要是没有那个,疼本则意 那可能就不会有咱们这个游戏啊 所以我当时去那看了看这个现场 看看本人,也是另有一番感觉啊 好,咱们先少叙 我把这个肉虫,咱们青虫收拾掉之后 好,这个麻醉针好像也需要啊 咱们做那个满月丸 然后咱们在这儿,我再打几个虫子啊 哎呀,这个,这个麻醉草什么是太烦人啊 哇,哇,好,差给我推海里去 我天,这虫子我惹不起它 好,获得一个麻醉针 这个麻醉针好像是做这个满月丸的必要道具啊 然后咱们在这地方,咱们可以钓鱼试试啊 好,咱们试一下 哦,我天哪 来一只大螃蟹 怎么快跑我身后来了 我天哪,那咱们先打螃蟹啊 这螃蟹怎么是绿色了 我爬得挺快啊 哈哈,这个游戏做得好啊 好,哇,我的这个回旋斩真的是不行了 也不是回旋斩不行 应该是我的狼牙棒不行啊 我拿那个小试子试一下啊 好,我拿小试子试一下 下巴,下巴还行啊 哎,没有砍到 再来一个 下巴,下巴应该说还算可以啊 但是这个准确度不是太高啊 好,咱们就获得一个麻醉针 这几个虫子咱把它消灭掉啊 15,还可以啊 15 9 根据打的部位不同 看它掉血不一样啊 这几棵树太烦人 我把它清掉啊 我把它清掉啊 挡视线啊 哦,小树只获得一个这个原木啊 哎,这个大树砍不到它了 好 大树获得两个原木 哦,天色一晚 咱们继续钓鱼哦 赶紧 我得看看这有没有咱们那个银鱼鱼哦 哦 哎,这也是伊瓦西 哎,这奇怪了 那,难道这片海域也不行吗 嗯 哦 哇,这什么东西 哦 没有 吓我一跳 怎么 钓上来炸弹的感觉啊 好,那咱们再试一次啊 呦,天色已经晚了 八点多了 哦 哦 银鱿鱼啊 就是它了 那可能咱们地方没有选错啊 我先吃一点商药 然后咱们接着钓鱼啊 趁着天黑以前 咱们尽量多吊几条啊 然后天一黑呢 咱们就赶紧用皮梅拉之意 咱们回基地 哇 这天黑的好快啊 哦 又一条 两条 咱们再来一条 哇 这边来了一个小妖怪啊 咱先打这小妖怪啊 走 啊 吓,这小妖怪真烦人 咱把他打完之后 咱们赶紧劲儿再吊一条啊 怎么着咱得吊三条回去啊 好,咱们赶紧下盖 哎呀 这个妖怪不行 我不收他不行 他一会把我推水里去了啊 赶紧赶紧 咱 走 哎呀,我的攻击力是太弱了 我 我得换师傅了 好,咱们赶紧下盖 希望咱们马上再钓一条出来啊 再钓之后咱就回家 啊 阿姨哇喜 不行不行 再来一次 银鱿鱼 走 啊,银鱿鱼,OK 那么咱们钓三条 咱们回家了 然后咱们至少得做两个满月丸啊 好,咱们回基地 好,到家之后 咱们赶紧去咱们药房啊 应该是在药房做满月丸吧 好 我看看满月丸 没问题 能做 能做九个 好,那咱们做 我能做这么多 哦 我再看一下这个满月丸 是干什么用的啊 嗯 哦 它是这个满月丸 就是治疗这个麻痹 啊 原来如此 那好,咱们赶紧给这个病人用上啊 啊 它需要 哦 我先把它调出来啊 稍等 满月一小药丸 好 我看咱跟谁换一下啊 木桶 好 咱们给这两个病人都要吃这个满月丸啊 咱们先给它一个 哦 治好了 太棒了 谁还要 哦 再给他一个 他也治好了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一直不知道啊 扎口啊 扎口也治好了 那我看看这个人怎么还是红的呢 Eddie 他说不行 我身体还动不了 身体还太痒太痒 好痒 啊 他得了这个被纹的钉了啊 他说啊 被谁给骗了是吧 哇 他们怎么办 我先睡一觉吧 明天我再考虑他们啊 啊 早上好啊 咱们今天继续完成任务啊 啊 我现在都对一下话 哎 有家伙治好了 他出去了 行 我先看看这个啊 他说头还是疼 赶紧让我这个 舒服一下 让我治疗一下 啊 是这样啊 我再看看这个人怎么说啊 他说 他说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没有效 他说药给他吃了之后 没有效 他说 还是这个 根罗啊 他说你们快救救我啊 这是这是两个药剂师啊 啊 看来是个事啊 咱们先和这个 艾鲁请对下话啊 给他叫咱任务了 咱必须要给他付一下命啊 我看他说 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嗯 这个患者已经都治疗完成了吧 嗯 长时间的治疗真的是辛苦了 嗯 我非常的感谢你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啊 小女生啊 但是 必要的治疗呢 已经完成了 但是还没治好的患者呢 还有很多 嗯 然后呢 让他们有这个足够的睡眠 是不是能恢复呢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一部分患者呢 他们在这个 说了些胡话 老喊这个乌鲁斯这个人 就是那个根罗瓦的徒弟啊 他说 确实这个乌鲁斯呢 是根罗瓦的他的弟子 难道有什么关系吗 啊 实在不好意思 嗯 我呢 在这个时候呢 嗯 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啊 说了这些个话 他说 Koma 治疗呢 咱们就先到这里了 真的是非常感谢 哎 治疗完了吗 还有患者呢 啊 他说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忘了 啊 他说我有一件屋子呢 先让你帮我做一下 这是设计图 他说衣服要是凌乱呢 心灵就凌乱 心灵凌乱呢 就会得一些个可怕的疾病 还挺有道理的说的啊 他说如果可能呢 按照这样设计图 帮我做一件屋子嘛 好没问题 正好我还要帮那个 这个这个 另外一个人 是这个nolin要做一间这个厨房是吧 我和他的对象话啊 他说哦 我的这个厨房给我做怎么样了 我还没干呢 他说赶紧拜托你了 这段时间呢 我这边的鱼呢 都已经臭了 嗯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个鱼呢 这个鱼的眼睛呢 慢慢的失去了光泽 啊 就说这鱼快死了啊 拜托你了 按照我给你那个设计图 赶紧把我的厨房做出来 好 那咱们下面任务就是做厨房和那个十一间哈 不过我再看看这三个病人啊 我看看 还能不能治呢 他说他头疼 然后呢 让他更舒服一些 这没有要让你再舒服了 好 那咱们先做那两间房子吧 我先把这个设计图挑出来啊 我刚收了两张设计图 啊 这是那个十一间啊 漂亮的衣服的房子 我看和谁换啊 这是满月丸 这应该留着 和这个头石换吧 这头石咱用的不多 然后 咱还需要一个图 就是这个 nolin的图 这是做那个厨房 这我看和谁换啊 制麻醉 玻璃瓶 和玻璃瓶换就完了啊 然后这个石头咱不要 然后 好 咱们整理完之后 咱们马上做这个两个十一间啊 不是两个十一间 两个房子 我看看 这应该是 那个女孩的十一间啊 看看 这应该正好能摆这儿啊 但是门不行啊 这个门等于用不上啊 啊 这个地方看来是不行 这边 这边呢 这边 这边的话 门开在了内侧也是不好啊 我换个方向要不 我看看啊 这样的话 这有一个门 下面有一个门 也不好 不但是这个方向啊 这个方向还可以 那咱就搁这儿吧 好 咱们就搁这儿 嗯 别的没有好方向了 然后咱还有一个厨房啊 我看看 这个两间房能不能并排放 啊 这两个房子中间稍微有点窄啊 嗯 但是就放这儿吧 嗯 应该问题不大 过一个人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好 那么我看看这个十一间需要什么东西啊 嗯 塔吉比软沙发 哦 需要一个这个织机 还需要一个门 啊 应该都有素材吧 我看一看啊 应该是都有 先来个塔吉比 先来个篝火 哦 篝火需要清油啊 接下来 我看看啊 门肯定是需要的 咱们再打 打两扇门 他需要两扇门啊 OK 然后我看看啊 还需要 这个软椅子 软沙发 好 咱们先放这么多啊 啊 咱们先放这个 篝火 篝火在哪呢 这是 我看篝火放哪了 啊 这个墙角是篝火 好 那么咱们把篝火放在这个墙角 两扇门的当中 走 然后咱们再放 椅子 啊 他椅子需要两把 哎呀 我只做了一把 然后我再把门先放上啊 咱们一会再去做一把椅子 这是一个门 这有一个门 好 然后咱们该搭点土块了啊 不过我感觉这个墙设计 还有点不太合理啊 嗯 那边屋子比明显比这个屋子大一圈啊 嗯 我回头想话再调整一下 哎 打错了 稍等啊 好 然后 啊 成一间空屋 然后咱们还需要一个织鸡 还需要一个这个 嗯 软沙发 我看看啊 软沙发应该可以做 织鸡需要什么材料呢 看一下啊 软沙发咱们再先再来一个 然后织鸡 看在什么地方啊 啊 这有一个slime的这个风筝 咱们也先做一个啊 这不要风筝 叫气球 咱们先做一个啊 风船啊 风船在日语里 就是叫这个气球 风船啊 啊 这织鸡不行 我看需要什么 需要木材 棉花 绳子 木材跟绳子咱都有棉花啊 啊 咱也得去找点棉花啊 我先把木材和绳子 咱们先做出来吧 啊 木材 这个地方咱可以做 好 哎 木材很重要 咱们再多做几个啊 咱们再来个木材 哎 再来一个 木材好 还能做木地板啊 然后咱们再做绳子 我这下能做十个绳子 啊 那太好了 然后我看看啊 咱们还需要什么 应该我再看一下那个织鸡啊 织鸡啊 织鸡 啊 这儿了 其他特点我看啊 啊 就是需要棉花了 然后咱们去采点棉花 棉花哪有呢 我想想啊 棉花在那个绿色山坡上好像有哈 咱们先把这个 咱们打完东西先放下啊 这个 软沙发 哎 哎 我好像感觉到有妖怪袭击我了呢 我大病史被破坏了 不行 我得先去看一下啊 哎呀 我的这个城墙 挡不住这个大锤怪烦人哈 我先把它收拾掉啊 这该死的大锤怪 我的天 还挺厉害 啊 这是事啊 我建了这个土墙 挡不住大锤怪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哇 我的病房 我赶紧再修一下啊 好 咱再摆上一站门 OK 病房恢复了 哎呀 这是个事儿 我的墙太不结实了啊 对了 我看看咱们用这个原木 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这个木墙之类的啊 我找一找啊 刚才我想起来好像是得到原木时可以做这种东西啊 啊 这个地方 啊 这是那个台阶 这个不要 我看啊 这个是木墙 木的 墙壁 我看啊 加工木材 然后做出一个这个木块 啊 用它做木墙的话 行不行啊 它有没有防守力咱不知道啊 咱试一下吧 好 我做了十个木墙 咱们试一下啊 它也没写有没有防守力 大锤怪打得破打不破 咱都不知道 只能试一下啊 好 咱在这再摆上两则 哎 看起来好像挺结实的样子啊 那我在门边这两块我把它敲掉 咱也摆上这个 我的天 别敲坏了 我在这也摆上咱的木墙试一下吧 应该能摆吧 哦好 看起来 算是比较结实啊 但是能不能挡住大锤怪咱就不知道了啊 哎 这还有一个人咱一直把它放上去啊 咱跟他说点话啊 好像一直把人家放下去我给忘了 他叫扎狗 他说你帮我治好病呢 我是非常的感谢 不客气不客气 大家一起治啊 我是第一次见到与病魔作斗争的人类 你呢 真是太厉害了 他从来没见过和疾病作斗争人啊 他说 但是呢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呢还没有治好他叫这个一路吗 كل把他也治好 摆得点砅着呢 他的朋友一路嘛 可能呢没有治好的 我这些朋友呢他可能是和我得了不是一样的病 他怀疑是这个啊 我也怀疑 他说他们呢全身非常的痒 而且呢他们一直脑一直脑到出血为止 全身痒吗 怎么回事 他说是一种可怕的疾病 不管怎么说 请一定把它们治好 我再找找药 可我找什么药呢 回来问我给他漏网 说不管怎么说 我对你也比较感谢 这个是给你的一个谢礼 生命的果实 谢谢哦 他给我一个生命的果实 然后救助扎口成功 然后我赶紧把这生命的果实吃掉 我记得还有一个生命的果实 我找一找 这个地方 对我有两个生命果实 我把它也吃掉 好生命一下加了10 太棒了 OK那么这个视频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会持续更新我的其他视频 也希望您能够持续观众小马视频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咱们下次再见